這次的選票是在台中 財政部的印刷 成有來源的 京鳳有哪個專頂派 經歷去關閘 看來這個選票不會多勞 今天當地選區的庫公所 也已經都把選票領回去了 京鳳表示的專頂 改喉 當天七點 就可以送到開票所 當綜衛委員長期收集 的選票正在車店 旁邊的環境專頂注意過程 還有好槍實彈來改喉 就像說過程有一些四個差 雖然國庫的公所人員 也要更認清點 隨機將選票再回 翌日就要進行 立委單票委的罷免投票 有這個印刷的財政部印刷槍 這幾天仍然有關財政人員的進出 專挑的見解 就是要看破選票印刷 分數的過程都很順利 簡介的部分 我們都有攜帶長槍 跟手槍的部分 然後來確保選票運送的過程當中 能夠萬無一失 警訪支出 只能讓百元票印好之後 二十號店舖風包 二十一號上午 由國庫的公所領會進行 警訪立了專頂來改喉 把他派警車來賠上 跟國庫公所來進行 在投票進行 都由加強勁力 將國庫的公所來做加強勁改 以及重點的巡邏區 各區公所跟配合警力的部分 來運刷廠這邊將全部的罷免票 運送回各區公所存放 那存放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有派警力做通通的警戒 當中市総委會表示 這次單撇毀百元 投票已經所存給 有19萬4千多人 百元投票門檻 必須要達到7萬3千多張 而且投票 必須要比沒有投票更多 在選票在23號當日的7點 將會上到5開票所 8點來開始投票 現在台中中學報到